OK,第一個呢,把curricure set 交出來,touch 然後呢,windows 有一個Display,Animation Joint Size Joint Size Joint Size把它調小 OK 好,一樣繼續做blocking 第二個動作可能是 選哪裏呢 這裏好了,這個位置不錯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到底有什麼變化 上半身有旋轉嘛,對不對,然後後腿 大概位置要高一點 所以Auto加句點 逗點 去調那個位置出來,OK出來了 所以現在呢,選 控制器 我先讓它再往前移動一些 那再來呢,是應該稍微再高一點 那再來呢,是應該稍微再高一點 還有呢,前腳應該要 要 呃 要把heel rotate的X先規定 另外呢,它應該要有一個 動作是 嗯,這個應該是完全是平的 這個完全是平的 那再來呢,這個地方 拉過來 拉過來 稍微再拉高一點 檢查一下這邊的參數喔 heel rotate的SYZ跟ball rotate toe rotate的SYZ都是要0喔 這是0的狀態 然後再去旋轉 旋轉工具要切到什麼模式 應該還記得吧 Jimbo 有印象嗎 有齁 我們看 Object Jimbo 我剛剛沒有用Jimbo轉 所以Ctrl Z回去好了 Jimbo Jimbo rotate 然後再稍微再拉高一點 記得我們講過 走路的時候 兩個腿交錯的時候 你的骨盆位置會是最高 有印象嗎 所以剛剛才說這個東西要調 要調那個高度喔 然後再來呢,是上半身要旋轉 所以這邊呢,shading裡面的S-ray呢 我先關掉 嗯,這個時候呢 我到底要用Global control呢 還是要用裡面的Local control Local control好了 OK 還有什麼要調 手要旋轉嘛 對不對 所以手的這個位置喔 拉上去 這位置太詭異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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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轉一通 我怎麼聽到有音樂啊 好,再轉下一隻 向下 OK 另外一隻手呢 有什麼動作 其實我也搞不清楚 S 先設Key喔 所以Blocking 先看一下 Blocking現在目前是這樣子 好,再看看右手臂有什麼動作 右手臂好像有稍微往後擺一點喔 向下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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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鍵 稍微再拉一下好了 其實應該要再往後一點點 我覺得啦 S S再按一下 S再按一下 好,你們先坐到這裡吧 就是我們一步一步慢慢做 欸 欸你們,你們家裡 你們家裡 再按一下 然后ACH